我們在節目中提過一些東方的傳統醫學方法 當然有些是否主流 我覺得未必去到主流 但一些民間療法有時對一些痛症 特別是慢性痛症、勞損 都可以做到舒緩的工作 比較常見的就是做按摩、刮沙 坊間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刮沙工具 有些人簡單一點就用一個匙羹都可以 或是用手撕下它、裂一下它都可以 比較正規的就是這些刮沙板 或者我自己用得多是筋膜放鬆補 它有少許像拔罐,但它是直膠 吸收後它已經絕著 塗上按摩膏,會發覺塗上去 就可以這樣滑 我想示範一下為何這不是純東方醫學的方法 其實西方醫學都能解釋為何這些刮沙的東西 可以幫助舒緩一些痛症 在外國有一個名字 叫做Instrument 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即是通過一些小工具 令到一些軟組織有些動動 其實跟刮沙的原理很相似 叫做Instrument Assisted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我試一試 例如我想放鬆的手臂 我們說和手爭有關的問題 我就塗一些按摩膏、按摩油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令到皮膚有一點潤滑的東西就可以了 你塗在手臂上 例如針對網球爪 我經常覺得前臂很緊的朋友 你塗完之後可以用刮沙板去刮 或者我自己多數都會用這些放鬆補 當它吸了之後 你會發覺它會將皮膚拙起 拙起之後我再這樣推的話 就有一點像中醫所說的酒罐 你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令到軟組織有一個滾動 如果在西方角度來看這些滾動 其實將皮膚拙起 和筋膜 皮下的筋膜有一個這樣去動動 都可以有一個放鬆的功能 所以譬如你自己在家做一些刮沙 或者用罐去滾一下有沒有幫助 對痛症其實都不錯 有時候你看到都紅紅的 有些人會發覺有些紫紫色、黑色 可能在中醫角度就代表濕氣很重 或者毒素很多 當然如果你發覺我不知道怎樣做 或者不知道適不適合做的話 就不要亂來 問回你的中醫 或者懂得這些方法的治療師 或者一些專業人士 希望這些方法可以舒緩痛症 等等 對 要命中醫 就是 給大家聽到